那纪念这位英雄在每一年的龙历6月初六的这一天 我们会把我们自己家里面的衣服 还有被子都会拿出来自己一个暴晒 那么这一天的话呢 我们称他为赛龙袍 但我们这边说的是情后晒皮 那我们除了这个赛龙袍的习俗之外 我们再看一下 这边还有一个上道题的一个道具 也是我们每年在龙历6月6的时候 大型祭祀活动当中的一个表演项目之一 上道题下游锅每一年都会有的 在下个月7月9号的时候 刚好就是我们的龙历6月6号 我们在这一天会举行一个大型的祭祀王餐活动 如果说大家有学生的话 有机会还可以再过来看一看 好那我们看完这边 现在往前走过来 我刚走啊 好那我们看完 好那我们台湾的朋友 随后船 然后含了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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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含了 相对来大女神的建筑呢 是以前我们土宋王和他王水所居住的一个请公 但是在文化的時候,裡面曾經發生了一場大火 所以我們現在不能進去 那裡面我們是準備把它裝修成冰管 因為還沒有裝修好,我們也不能入住 然後現在阿妹的水水方向我們看過 來看一下我們對面的住宗吊角樓 九層天四十堂 這個吊角樓的話是我們整個土司城裡面 它是為精華的一個地方 那麼整個樓全部都是一山而建 高四十八米,一共是九層 當時在修建這個樓的時候 裡面全部都是用木山銀接在一起的 它沒有用到一顆鐵 所以在建築史上的話也是一個奇蹟 那麼九七年我們在它這個原址上 進行一個修復以後,我們才叫流人開放 在2002年的時候呢,是被認定為 目前我們中國最高、最大、最完美的一個純物體結構在樓 是列入了世界紀念書紀錄的 那麼在05年也是列入了我們江家列的十大絕景军 待會我們都會上樓參觀 那麼今天在這邊為了歡迎大家的到來 在這裡的話呢,我們也會送給大家一個小小的紀念品 這紀念品是什麼呢? 這是以這個九重天世襲堂為背景的一張全身全景的小照片 那麼小照片已經是包含在各位你們所購買的門票當中的 所以它是不收取任何費用的 那我們每一個團每一位朋友來到這邊之後 我們都會有一個小小的紀念照 是讓你們拿回家留個紀念啊 同時為了節約大家的時間 我們在這邊也會放大一張大的照片讓你看效果 那麼這個大的照片 阿妹在這邊要給大家介紹清楚 你如果說大家覺得這個大的效果好 喜歡 你要是願意帶回家的話 你自由選擇性的去帶它 15塊錢人民幣一整套 包括送一個小小的夜市控是一整套15塊 那如果說你覺得大的效果不好看 不喜歡的話 那我們帶著帶都沒有多大關係 在我們出口的地方 我們直接拿取自己免費的小照片就可以了 大家都有聽明白嗎這個 待會的話呢我們是站在紅線的這個地方 有我們的專業攝影阿哥給我們拍一張門票 我們只送一張照片 那我們如果說是兩個一起來的 你可以先拍一張單照再拍一張合影 就可以 好